每天洗澡老公都提醒我 先把电热水器关了再洗 就夸了他 老公说 那当然 我是电工 如果自己老婆都被电死了 还有谁会要 我低头玩手机 公交车突然一个急转弯 我抓着杆转了半圈 坐在了一中年大姐的腿上 大姐推开我说 你压着钢管五步咋的 闺蜜刚结婚就要离婚 我无法跟自卑的男人过 我不解 他学历高 工作稳定 外形也帅气 闺蜜叹了口气 他有个不争气的弟弟 姐姐成亲给了好多嫁妆 妹妹很眼红 妈我结婚你 给我准备啥 老妈叹气道 一套房屋 一部车子 再准备一些现金 嫁你就是嫁祸于人啊 给太少良心上过不去 女同事对我说 我这人脾气俊 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我说 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 女同事叹了口气 看来我这脾气必须赶了 你呢 我认为你太